在俄亥俄州的造勢活動上 川普副手范斯炮火四射 范斯大力炮轟拜登退選是半途而廢 再將矛頭指向賀錦麗 說他比拜登更糟糕 造勢活動上的俄亥俄州參議員 不僅大喊要支持者一起戰鬥 甚至出言恐嚇 如果共和黨輸了 將爆發內戰 雖然川普認為賀錦麗更容易擊敗 但卻被翻出 二零一一年還是商人的他 曾經捐款五千美元 給當時擔任加州檢察長的賀錦麗 支票銀本被民主黨議員 放上X平台諷刺 扮演柯南找蛛絲馬跡的 還有共和黨議員 重回川普槍擊案現場 痛罵特勤局 而在國會山莊也針對川普暗殺未遂 招來特勤局局長齊多開庭證會 特勤局長開口承認錯誤 馬上迎來炮轟 要他下台 儘管兩黨都有要他辭職的聲浪 但祈奪依舊拒絕 還表示自己目前是領導特勤局的最佳人選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